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好样一下,我是雨萍 新唐亚太电视新闻部制作一系列的夏日新闻 要陪你一起快乐又健康地度过这个夏天 气温不断飙高,真的热到让人受不了 到游泳池清凉一下,相信是暑假中必不可少的活动 现在的游泳池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不只可以单纯游泳,还有SPA水疗区 以及刺激的水稻溜滑梯 要让大小朋友一起在水中,既清凉又享受玩水的乐趣 小朋友顺着水稻溜滑梯,享受清凉刺激的感觉 儿童细水池挤满了人,不少水上用品纷纷出笼 像是可爱的动物揍身圈游泳,还有驯撞的SPA伞 享受镜子时光 小朋友吵得说暑假OK要来游泳,那就带来过来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还有这里,室内游泳池人潮满满 民众在SPA水疗区享受水从头淋下的乐趣 或是泡在水里消暑 有的家长则是把小朋友放在救生圈里玩水 感受难得清凉 气温也都有关系啦 然后来这边放松一下 天气的,所以才来这边玩水游泳 气温不断飙升 根据统计,游泳池溺水区在短短三个月 搜寻量指数就暴增了将近两倍 显示暑假期间大小朋友都想要泡泡泳池,降降难耐的暑气 新唐人亚特电视时间往台湾台南采访报导 新唐人亚特电视时间往台湾台南采访报导